你们的狗托鱼又上线了 上线先领取一只物中性宝宝 看看今天怎么个事 上来就是高级神又复生 你还别说医学龙门的宝宝是真的多 但是这些宝宝好像都没有一个可以卖钱的 中途又抓了个变异的鸭子 这个变异的颜色好像会更深一点吧 反正每次抓的时候我都没注意他是变异的 多文寻手他终于上线了 这五龙单得记得位啊 不然哪天被打死的直接拍大腿 昨天喝太多了 今天上线的也比较晚 8点多才上线 这喝了酒真的是又累又困啊 不过来个多文直接精神醒了 好了140多块已经到站 昨天咱们洗了个三技能多文 今天继续洗一下吧 刚好便衣卖了五六百万 我最讨厌的就是洗出来这种一技能 这种垃圾之质的领悟了 我都不太想要 放起还没领悟 那就继续洗吧 咱们书也懒得电了 就直接洗吧 什么时候给我来个四技能多文 今天好像不太顺利呀 也有粉丝想看我这垃圾场景号的属性 我把它放在视频最后 大家想看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技能领悟了 但是没有领悟 我们要的充钱蒸发 还是继续洗吧 给我来个上技能 怎么又是这个一技能啊 怎么跟上一个一模一样 这种看不上 直接继续洗掉 总算洗的个字是比较好的 不过还是一定的 这一顿操作直接学会五六百万 这哪里能冷 直接给他合掉吧 免得去祸害别人 之前的四技能童子给他跌一下说 咱们书都没钱电了 还要卖一下仓库的黄 直接来上两本书吧 掉了个神迹 所有的钱只能够买最后一本了 但是没掉连击 直接开始合吧 来个六技能童天直接回点血 除了多文寻手还是一技能 要是直接停止止损 咱们继续抓广木寻手 核宠千万不能上头啊 我仓库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一旦上头全军覆没 小亏不算亏 广木是没看到啊 又来了个妙华天女 天女这个群能卖一百多万吗 只是咱们没有化身抓不了 当时广木处的几率感觉比天女低很多 这不是人马宝宝就是童子宝宝 三技能童子一只 我的寡木宝宝又被替换成天际虫了 非常的难受哦 然后回录出来的那个多文一百四十二已经卖掉 这野生多文这么好卖 我还去洗个卵子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号里面的装备和属性吧 这个布膜武器是号里面自带的 能卖个好几百吧 三四百应该可以 然后这个伤害面板是打了伤害服务和命中服的 这个区的零食太贵了 垃圾零食得了好几十 咱们买不起 直接就不带零食了 然后人物修炼 烈术快满 然后重修的话 咱们封修给他提一提 偶尔多多密状的物嘛 刚好还有三接工具拿 还有一个无底洞 这个号主要负责加血 这号主要是扛咒的 就是速度把它调到最慢 这个175龙宫本来是哪来跑华呢 这个加点也很乱 这个武器什么都是垃圾的 其实我这堵场景号有没有这个龙宫都无所谓 如果不上这个龙宫只要上另一个小号就行 直接挂着防御 所以这个龙宫可有可无 然后修炼也比较烂 这烂的我都没有想提升的欲望了 还有一个155级的龙宫 这个龙宫基本上是挂机的 如果没有175龙宫 这个号就挂那个龙卷雨机 如果有175龙宫 这个号就挂防御 这号就发修高一点吧 其他也不怎么样 还有一个阻力输出 就是我们这个1550波城 基本上就靠这两个物理输出吧 加上一个宝宝 宝宝破忽悠 阻力输出的话 你的修炼肯定要比较高的 像我这个工修也有到20 基本上能打怪都能打两三千吧 咱们试验一下吧 然后服务咱们也不用打 就把175龙宫的伤害服打两张过来就行了 如果不开密制的话 就再打一张狼服 宝宝和1750波城速度是最快的 就是两个金陶怒 一个龙卷雨机 一个家穴 还有一个挂防御就行了 操作极其简单 只要操作一个号就行了 这组号最开始是我隔配的 然后他没时间完了 我就给他接过来了 目前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也不一定是用这个阵容嘛 反正场景号 基本上能杀过的都行吧 感觉